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很快哦 开灯 三四十分钟 说四十分钟就四十分钟到 前面再开几分钟 我们就到了南宋关尤博物馆 这边住宅区 看不出东西来着 在南宋的时候 杭州是国都 国都来着 就一个国家的首都 所以的话呢 南宋的皇城当时建在哪里呢 就建在这个地方的附近 附近啊 老城区那边 这边一座山过去就老城区 然后呢 当时南宋的皇帝啊 他们对艺术的追求非常的高 所以的话呢 他们不怎么去搭理朝政 喜欢啊去研究艺术 南宋的开国皇帝叫做 高宗赵构嘛 赵构啊 他把那个 就是他们这些皇族啊 逃到南方来 在南方来建立了 另外一个朝代嘛 南宋 北宋迁到南方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赵构啊 他对什么 比较喜欢呢 对慈器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那个青花瓷啊 这些 还有我们说的官邀啊 这些 后来他们有 就是自己的审美方式 如冰如玉的 这么样子的 青瓷 我们来看一看 然后的话 博物馆里面呢 走进去 有几条 一个呢 是博物馆里面 不可以抽烟 不可以抽烟 假婚不来 所以的话呢 这一个大家还好 没有看到 特别爱假婚的 第二个呢 博物馆里面 要安静的参观 安静的参观 就是安静 第三个呢 博物馆里面 可以可以拍照 但是请将散光灯 关掉 散光灯 因为有一些啦 碎片是古物来着 那其他的有维修 或者是重新又做了一个 就是房体嘛 放在那边的 但是的话 那个碎片是很值钱的 那个还是古物来着 不能闪光灯去拍摄 可以把闪光灯关掉 拍照是OK的 所以这三条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然后场馆也没有太大 里面的馆藏品呢 大家去看看 它都有一些小介绍 然后的话呢 增济 原先的增济 没有太多 没有太多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了解一下 这个网话 来感受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杭州最大的一个 就是博物馆的 所以的话呢 里面走走 黄金也蛮好的 有些贵宾喜欢拍照 里面呢 黄金也还好 厕所也有 等会呢 我们下了车之后 车子就停在下车的地方 车子就停在下车的地方 大家呢 我在车上会说好集合的时间 说完之后 大家跟我下车去参观 我将大家领到 餐馆里面 大家自由的看看 逛逛 然后呢 厕所也只明白 大家到了集合的时间 自己回到车上 自己回到车上 有些可能 爸爸呀 妈妈呀 不敢进去 那你早点回到车上 休息也可以 也可以 或者在外面 晒在太阳也OK 所以的话呢 这是我们能送官瑶博馆 这边已经到了 到了 这边结束之后 我们再去西湖边 带大家去看白天的西湖 去看长桥公园 现在是1点11 1点10分 1点10分 我们在1点50分 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